你千萬不要幹一件事情 什麼東西做不好就開始砍掉重練 那是電動啦 知道嗎 你冷靜沒辦法砍掉重練 那另外一個班有一個選擇就是 他 好 對 對 哇 我這樣一講你就知道 好厲害喔 他很喜歡就是 他其實很聰明啦 他是蠻聰明的 好好對他奇葩沒有錯 但是 他很奇葩的是 他每次 例如說老師在講一個東西的時候 他後面就 還沒講完 他就發問很多問題 就一直問一直問 就發問很多問題 老師主軸都還沒介紹完 例如說序 還沒介紹完 他就開始講說 如果兩個一起對勒 算對還錯 兩個一起錯勒 算對還錯 然後到底解禍是 跟中文字的漢有沒有一樣 我才講完敘述而已 他就發這麼多問題 我就跟他講一個 我說 記得老師先教你的東西 你先聽老師講完 講完以後 你再就老師的內容下去問問題 我先講 並不是老師不回答他 為什麼 因為我一回答他 我就另屁戰場 因為我那個主軸都還沒講完 對不對 我就這樣 東介紹一塊 西介紹一塊 北介紹一塊 南介紹一塊 你聽也聽不懂 所以你應該 我就跟他講說 你應該先停下來 聽老師把這個主軸介紹完 老師講完以後 你再來問 你想要問的問 這樣會比較好 是吧 而且 對大部分的同學 這樣會比較OK 因為大家都聽完了嘛 然後大家就可以 就這個問題反思 因為他想的很快嘛 所以他看完 他就想問他的問題 他就一直想問他的問題 這不對的 那我就一樣 反向我跟另外的同學講 就另外 除了XX的同學 他們很少問問題 他們很少問問題 幾乎不問的 我說 你們這樣也不對 你們兩個之間 應該取得一個平衡 人生都是這樣 並不是說他這樣絕對不對 我給你問 不行 老師不想回答你 你就給我聽完 管你的 我講的就是腎子 回去給我背起來 我也沒這樣 但是 另外一邊都不問 可不可以 也不行 他有一個balance 人生就是調整那個比例而已 你千萬不要幹一件事情 什麼東西做不好 就開始砍掉重鍊 那是電動啦 知道嗎 你人生沒辦法砍掉重鍊 我跟你講真的 你人生沒辦法 我覺得我二十幾歲 我想回到二十幾歲 有機會嗎 沒機會 人生沒辦法砍掉重鍊的 所以你一定要有個心態 我前面做不好 我後面去調整我的比例 懂你意思嗎 慢慢這樣去做 我相信你很多事情 就會做的 比較游刃有油 而且會比較寬心 會比較沒有那種完美心態 因為人難免都會有一點點完美心態 你叫所有學生呢 我叫你複習歷史 拍定幹嘛 我要從第一次第一章開始 然後一定要把這書拿出來 從第一頁開始 凡連那個什麼編輯大綱都在看 有用嗎 沒用啦 複習不是這樣複習的 因為太多學生有完美心態 你這樣複習才會遇到一個問題 我今天有時間 我禮拜六禮拜天 我要安排複習時間 我要開始複習囉 開始看 我今天看到第十頁對不對 我這樣一之一複習完了 下個禮拜繼續 結果下禮拜有事怎麼樣 又負責了 下下禮拜有事 又放著了 之後 我有時間我要來念歷史 我一之一又忘記了 我好像又要從第一頁開始 你永遠都從第一頁開始 你到底要看到什麼時候 複習不是這樣複習 你複習應該是怎麼樣 歷史老師下禮拜上的時候 假設他叫你複習第一側 他只要講到跟第一側有關的時候 你回去翻一下 去看一下那周遭附近 對不對 例如老師說 那時候古埃及有講過啦 有分成三個時期啊對不對 古王國時期 中王國時期 新王國時期啊 是不是 那你就講一下 那有嗎 有這個東西 你就回去把那個翻一下 知道意思嗎 順便看一下 古王國時期 中王國時期 新王國時期 到底各發生了什麼事 懂嗎 這樣就補起來了 但是很多同學是怎麼樣 今天只要老師 我跟你講 講過那個古王國時期 新王國時期 你回去翻 回去都不會翻 回去再這樣丟著 我今天我知道我有這個疑問 但是 我過幾天我就忘記了 反正我每天都有很多疑問 我都習慣不解決的 其實你只要態度方式做對 你的成績很容易就上來 你做事效率很容易就會很好 它只是一個習慣的問題而已 在我們吃的時候 按摩 我們吃的時候 我們吃的時候 或者如果變的話 就吃的時候 在它的時候 いく這個小次 就是 我跟你們推薦